上次說到黃蓉 叫歐陽鋒和郭靖 將在山上拉下來的木頭綁在那塊大石上 這樣一來 歐陽鋒和郭靖都明白了 因為那些海水有浮力 加上那塊石頭周圍 又被木頭浮著 這樣無疑 那塊石頭就輕了很多 到時一收緊這條大嵐 托起一點點 歐陽鋒就得夠了 他們明白了這個道理 急手急腳就一起綁在那十幾條樹 在那塊大石上 綁完之後 歐陽鋒還嫌浮力不夠 又推多幾棵樹回來 就綁上去 然後又跟郭靖鋒回昨天拉斷了大嵐 做好了 他們休息了一會兒 看著那些海水 漲到快要浸著那塊石頭一半 他們三個 才一起降落水 去推動那個井字形的絞盤 這次那塊大石周圍 扔滿了木頭 增加了浮力 另外 那塊石頭被水浸著 本身就輕了很多 他們三個人這陣子 不用很大力 就把那個絞盤 咿咿咿咿咿 轉了幾圈 眼看著那個石頭 就慢慢跌起身了 歐陽鋒看對時機 立即未落水底 抱著歐陽鋒 輕輕一拉 就拉了歐陽鋒出石頭 抱了他上岸了 現在 郭靖黃蓉見到救人成功 亦很開心 歡喜得亂提亂走 開心了一陣子 後來黃蓉就好像醒了一件什麼事 扯下郭靖三尾 叫他跟著自己走 郭靖見到他突然間好像很神秘一樣 亦不敢問那麼多 一路跟著他尾 大家坐下之後 郭靖才問黃蓉說 阿蓉 剛才說好地地 大家都很開心 為甚麼你現在失驚無神 口聲不出 黃蓉就說了 唉 我想起三件事 現在很為難 沒有怕的 你這麼聰明 一定有辦法 黃蓉隨便笑了一下 過了一陣子 還是照周實眉頭想事 這個時候洪七公就插嘴來說 唉 我知道 第一件事 做不做得成就很閒而已 不過第二 第三件事 認真棘手 郭靖就問 七公呀 七公 你怎麼知道阿蓉想過三件事 啊 啊 我隨便猜一下 我猜黃蓉想的第一件事 當然想 如何治好我的傷 唉 這算無依無藥 老黑衣 唯有聽天由命 生死猶人 第二件事 呢 她想 如何避開歐陽鋒的報復 這個老毒鋒功夫又高 你們兩個不是她對手 第三件事 她當然想 如何回到中原 我猜得對不對呀 阿蓉 黃蓉聽完就點頭話了 對呀 七公 唉 我說現在最重要的是 想辦法來制服老毒鋒 就算制服不了 也要嚇一嚇她才行 不要讓她那麼猖狂 嗯 按照我說 就只有跟她鬥志才行 老毒鋒的人雖然很奸狡 不過她亦很自負 一個人自負就不想得那麼深 本來騙她也不算很難 知道這個人閉就閉就閉在 上了檔之後 就很快就有應變的能力 如果我們不是一次整死她 那就好手尾長的 洪七公剛剛講完 覺得我心口一痛 騙騙聲慢咳咳 那做甚麼呢 原來現在她一想事 太過傷神 身體就頂不住了 她受傷之後身體很散弱 黃蓉就連忙過去扶她躺下 叫她不要說話 就站起來想拿水給她喝 一握骨頭 只見歐陽鋒就抱著歐陽黑走進他們的洞 只見她兇死能得地說 你們給我爬菜 留下這個洞給我的質養傷 郭靖一聽就火了 歐陽伯伯 你都不講道理 這書是我師父住開的 你都不講道理 你師父算了幾 就算玉王大帝來 我都要她借命 你…你… 郭靖還想搏她 黃蓉明知越頂越弊 拉著郭靖扶起洪七公 走出這個岩洞 洪七公走到歐陽鋒面前 他張開眼睛笑笑嘴地說 老毒蜂, 你好威風 不要有風扯進你 忍住秀美他兩年 歐陽鋒這個時候一出手 洪七公是死無疑的 不過不知為甚麼 他覺得洪七公有股正氣 總是下不了手殺她 不由自主另歪面 避開洪七公的眼光 對著郭靖、黃蓉兩個發威地說 你們兩個鬼仔聽著 等著送點東西來吃 如果你們兩個 夠膽死在東西裡做手腳 你們三個都因著死 郭靖越聽就越不奮頸 就拼命鬧 黃蓉扯著她 另外扶著洪七公 就一直走出這個岩洞 不理那麼多東西 他們走到一棵蟲樹腳 紅七公已經握大口 上氣不接下氣 黃蓉就只好扶著他 捱著樹身 坐下休息一下 郭靖是深深不憤的 還想罵 看到師父那樣 也不敢再出聲 死死地氣就坐下 他們坐下一陣 只見有兩隻蟲鼠仔 從樹上一路爬上樁 離地幾呎高 眼瞳瞳瞳地看著黃蓉的幾個 黃蓉覺得很脆怪 順手撿一個蟲果遞過去 那兩隻蟲仔一點都不怕 有隻還爬前兩步 哄哄哄黃蓉手上的蟲果 用前兩隻腳捧起蟲果 另外一隻還索性爬上洪七公的身上 黃蓉見到就說 這樹從來沒有人來過 蟲樹一點都不怕人 他一開聲 那兩隻蟲就出聲爬上樹頂 黃蓉就跟著看上去 啊 這棵蟲樹的枝葉很密 蓋著頂上 他就說 哎呀 我們不用找地方住了 不如就住在樹上 那郭靖跟著擔高頭看著 啊 上面果然住得到人 於是他和黃蓉兩個就施展輕功 就跳上樹上邊 在大松樹一匹樹丫裡 就扎了一個平台 然後就落地 一人托著洪七公一邊格拉底 一聲就一起幫洪七公上了樹上邊的平台 上到樹上邊 黃蓉忍不住就小笑話了 我們現在在樹上邊做鳥仔 歐陽鋒在洞裡做野獸 郭靖就問他說 阿榮啊 那你說我們一會兒 拿不拿東西給他們吃好 啊 靖哥啊 所謂識時務者為進見 我一時又想不出什麼辦法 我們又不夠老毒風打 唯有聽著他說話先 拿些東西給他吃 郭靖見黃蓉都沒辦法 當堂又沒心機了 他們安置了洪七公之後 又去後山打了一隻野獸 那黃蓉湯乾淨那隻羊 湯開兩邊 用火烤熟了 就遞了一邊熟羊肉給郭靖說了 靖哥啊 你另一面我都尿下去吧 郭靖面紅紅的說了 什麼 你打算拿這邊羊肉給歐陽鋒吃嗎 沒得了 他聞得出有尿味的 靖哥啊 你別管這麼多 叫你磨就快點磨吧 嗯 你 你在我旁邊 我磨不出 這個時候 洪七公在樹上就大聲叫了 阿靖啊 阿靖 拿那邊羊肉上來 你讓我搞定他 郭靖拿著那半邊羊肉 啪聲就跳上樹上邊的平台 讓洪七公摸了尿下去 然後呢 又拿著跳回落地 想說走去歐陽鋒那邊的岩洞吧 誰知道黃蓉就叫著他 要他拿那邊沒有尿的羊肉去 那就搞到郭靖和洪七公都蒙茶茶了 為什麼自己反而留下有尿的那邊羊肉呢 黃蓉就沒有管他們那麼多 拿著那半邊有尿的熟羊肉 又在那裡燒烤 那那些海風一吹呢 歐陽鋒在那邊岩洞到就聞到肉香味了 於是他就走過來 見到郭靖拿著半邊熟羊肉 他一手就搶了過去說 喂 這邊羊肉是拿去誰的 郭靖就馬上說 是阿蓉叫我拿給你的 歐陽鋒見這兩個鬼仔這麼聽教 就好得意 凌轉身笑一下想走 忽然間他又問了 咦 郭靖 那還有半邊羊肉呢 郭靖就指向黃蓉那邊 那老獨風一見黃蓉 抓著一邊羊肉在燒烤 那還得了 就以為黃蓉在烤的那邊才是正東西 就等等聲走過去 搶了黃蓉那邊有尿的羊肉 就丟下那邊乾淨的羊肉在那裡 還得意揚揚地走了 哈哈 這雲郭靖和洪七公講 才知道黃蓉的雞毛 掩著嘴不敢笑出聲 抓著歐陽鋒走遠了 嘻嘻嘻嘻嘻笑得肚都冤 郭靖就問黃蓉說 哎呀阿蓉呀阿蓉 為什麼你知道歐陽鋒一定會喚 黃蓉就笑笑口說 丁書道說齋 虛者實之 實者虛之 老讀鋒想著我們 一定會在食物上做手腳 他當然是拿我們吃的那些 這次郭靖對黃蓉 真是佩服到五體頭地 夾手夾腳 就幫黃蓉做半邊乾淨的羊肉 上了平台 三個人就開開心心吃了一大餐 吃吃吃 郭靖又說了 嗯 阿蓉呀 阿蓉呀 你剛才那條雞仔 嗯 想起來也是很牙煙的 黃蓉就問他怎麼牙煙 郭靖繼續說 喏 如果老毒風不來換 那我們就要吃師傅的尿蝦味 黃蓉聽聞 笑得掩著肚子 隔了一會兒 他就很正經地說了 哦 是呀 是呀 真是牙煙 嚇過剃頭 紅七公忍不住就說 哎 郭靖呀 你這句話法認真要解 你這個人這麼萌實 歐陽鋒不來換 那就不要吃那塊羊肉 再去打那隻也行 他們三個講講笑笑 就吃完那頓羊肉 再講歐陽鋒兩宿侄 吃了那塊有人尿的羊肉 吃下去是知道有些酥酥味 不過他們以為野羊肉是這樣的 一路吃還一路猛讚黃蓉好手勢 居然燒到羊肉咸咸的有些味 吃完無奈天就黑了 歐陽鋒那雙腳的傷口又致發作了 痛到他捱捱聲 歐陽鋒這次就不是了 走到黃蓉那棵大樹下面 就大聲地叫了 死妹釘 快點下來 黃蓉打了個凸 就以為那塊羊肉的事 穿了煲 他就問了 歐陽伯伯 你叫我什麼事 哼 我這個嫉妒整晚要茶要水 你快點下來去服侍他 哎呀 要個大家龜秀做妹釘 真是尚好沉香當爛柴 樹上那三個人聽到生氣得鼓鼓聲 歐陽鋒似著惡 他就說 下不下來了 再不下來了 你忍住死 郭靖就小聲地說 阿蓉呀 七公 我們不如 不如下去跟他拼歌 洪七公就說 你們快點走 走去後山那樹 不要理我算了 不過黃蓉就不是這樣想的 他兩條丑都計過了 不論打還是圖 師父都實死無疑 現在唯有委曲求全 才能保存到大家的性命 他一跳下樹就說了 歐陽伯伯 好吧 我跟你們去看看 歐陽鋒這魂就威了 喝完一個又一個 他又說 郭靖 你下來 你想睡大覺這麼舒服 你快點滾下來 郭靖見黃蓉都忍得住了 他就照學可也 跳到地上說 他說 你找我幹什麼 你聽著 今晚下 你要跟我斬一百棵樹 小一棵樹 小一棵樹 到時我就打斷你一隻腳 小兩棵樹 我就打斷你兩隻腳 黃蓉又不抵頸 他就問了 歐陽伯伯 你要這麼多木料做什麼 再說 夜媽媽烏燈黑火 你要人去哪裡找木料給你呢 歐陽鋒就說 你這臭丫頭 用不著多嘴多蝕 你快點服侍我的侄 關你什麼事 如果你再牙齒咀咀咪 我要做到你不懂得出聲 歐陽鋒現在報仇這麼報 黃蓉明知道 歐陽鋒是折磨他們 之後沒辦法 他就只有打個手勢 叫郭靖盡力去做 不要亂來 打完手勢 他就跟歐陽鋒走了 郭靖看著他們走了 就叫他扔心扔肺 眼淚水都出來了 洪七公這個時候就說 唉 我爺 我爹 連我自己小時候 也做過金人的奴隸 好像這樣做法 其實也不算什麼苦了 郭靖一聽 他心想 什麼 原來師父往陣時都做過奴隸 後來才練成蓋世的武功 那自己現在一時委屈 難道就忍不住 那怎麼可以 他本來就不怕苦 現在想通了就更加不怕了 他說馬上打火 點了一扎蟲枝 就上山 用航龍十八掌 將我們碗口這麼粗的樹 就逐棚逐棚震倒 那航龍十八掌是很浪費力的 洗得久了就任你幾大力都沒有了 過程認了半個時辰左右 然後震嵌了二十一棵蟲樹 到第二十二棵 他一運氣 整隻手就冤冤秘秘 一朝見龍在田 雙種一齊推出去 只見那棵樹 響了一下 那條樹身 搖兩搖 就沒有斷 這個時候他覺得心口很痛 為什麼呢 原來那道力未用盡在掌心那裡 反而轉回後攻上心 師傅曾經教下 這樣就最忌忌的 師傅講過 如果用航龍十八掌用力不對 就反回商賭自己 郭靖驚起上來 就馬上坐下 形神調氣 就混了半個時辰的功 才出招 將那棵蟲樹震嵌了 等他再動手 想震第二棵蟲樹的時候 不行了 整身累累累 手腳沒有力 他知道 如果強行再洗韓龍十八掌 自己一定會受內傷 現在還欠七十八棵蟲樹才夠數 那這個荒島上面 又沒有斧頭 又沒有刀腳 那什麼時候才捱夠一百棵樹呀 郭靖心想 唉 這次慘了 自己雙腳 一定會被歐陽鋒打斃 那倒是 歐陽鋒見他的侄子 逼了雙腳 當然會生氣我 就算今晚我斬夠一百棵樹 明晚他又要我斬一千棵樹 那什麼時候才做得完呢 鬥又鬥他不過 這個島上又沒有人來幫忙 洪七公又沒有了武功 唉 除非是周柏通來救我 他一想到周柏通 就更加生氣那個歐陽鋒了 想不到周柏通精通九陰真經 想出了世上獨一無二的左右互搏功夫 唉 都鑑生被歐陽鋒逼死 郭靖站在樹林裡 越想越不睡頸 他覺得自己雖然是不夠歐陽鋒打 不過他懂九陰真經 又懂左右互搏的功夫 那這兩門功夫 隨便練好一門都會跟歐陽鋒有得交 他忽然想起 為何不去問問師傅呢 師傅雖然沒有了武功 但是他的心是明白的 一定會指點一條名路給自己的 他想到這樣 就馬上翻到那棵大樹上 將自己的心事一五一十 都告訴熊七公 熊七公聽完就說 哦 郭靖啊 那好 你把九陰真經 慢慢讀給我聽一下 讓我看看裡面有什麼功夫 可以學得快一點 那郭靖就一句一句 將九陰真經背出來 他說 魔漢師國兒 品特博紀恩 金切胡思 過山尼哈 熊七公一聽就說 喂喂喂 郭靖啊 你讀的是什麼 師傅啊 我都沒有知道的 周大哥教我就是這樣讀的 熊七公就走走眉頭說 唸了 唸了 你都不知道是什麼 烏裏彈刀 好了 好了 繼續背吧 繼續背吧 郭靖又背了 別兒法師 葛羅烏裏 他一背就背上卷經文 背的都是鬼咬口的詞句 熊七公聽到烏鎖鎖 都不知道他說什麼 不過他心裡面知道 經書裡頭的功夫有根有據 自己不懂就不等於說 經書沒有用 於是他就說了 唉 郭靖啊 經書裡頭記作的功夫很高深 不是說一招一直學得到的 這樣吧 這樣吧 現在你 不如把那二十幾條木頭 紮成一個木閥 就好為上賊 我和阿蓉在這裡 隨機應變 和那個老毒蜂周旋一下 就是了 郭靖就急了 唉 沒得了 沒得了 師父 我一個人走 你們這樣怎麼行 不是啦 歐陽鋒很顧忌黃藥師的 他就不會傷害阿蓉的 我呢 死那頭近了 沒所謂啦 你快點走啦 郭靖怎麼想都想不到 自己師徒三人 被歐陽鋒逼得無路可走 忍不住舉起手 拍聲就拍在那棵松樹上 哇 這聲音很響 在山裡頭引起回音 洪七公聽就說了 咦 郭靖 你剛才打過一掌 是用什麼手法啊 打得這麼響的 郭靖就很慚愧地說了 七公啊 正話呢 我用韓龍十八掌 撐了二十二棵樹 現在隻手沒力了 我不斷拍一棵樹伸道 洪七公就另一頭說了 不對不對 郭靖 你拍這一掌的功夫有點古怪 你再拍一次給我聽聽 郭靖跟著又拍一聲 這聲音很響 但是那棵松樹 動也不動 這次他明白了 他就告訴洪七公 七公 原來我剛才拍過一掌 是周大哥教給弟子的七十二路匈名拳的手法 噢 匈名拳 你快告訴我 各位 郭靖突然想起周柏通的七十二路匈名拳 那麼這路拳 對不對付到歐陽鋒呢 明天再說了